如果要问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那么我想快节奏一定会是其中一个答案 据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成年人平均每天要花将近五个半小时在手机上 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网络 获取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碎片化 我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浏览各种信息 可到头来好像却没有学到什么 点赞转发收藏仿佛已经是网民们最大的尊重 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觉得有用的内容随手点个收藏 无端伸出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很上进 可实际上你什么也没学到 等真正要用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找呢 我们应该是时候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了 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 如何建立你的知识体系 一个好的知识体系应该具备这样三个特点 一 知识结构体系化 不同的笔记和知识点之间 不应该是碎片化零散的 它们之间应该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第二 这个体系一定是要方便管理的 所有内容都有规律有秩序的摆放 看起来非常清晰一目了然 第三 提取方便 也就是说当你想用的时候 一定要能很快速的找到 如果找一个信息你都要找半天的话 这个系统的用处也就不大了 聊这个话题的灵感也是来自于 最近我看的这本书 How to take smart notes 首先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知识体系 原因很简单 人的注意力和记忆力都是有限的 我们需要一个external system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外脑 来储存大量的信息 那么这个external system具体是什么呢? 在这本书里面叫做Sleep Box 中文名叫卡片盒 这个方法是由德国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 社会学家Niklas Luhmann提出来的 这个笔记系统有多厉害呢?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Luhmann他的生平 Luhmann他本科学习的是法律 但后来决定成为一名公务员 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 他不喜欢有太多社交性活动的工作 所以在朝九晚五工作下班回家之后呢 他就开始大量地阅读他感兴趣的领域 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 他就用这个Sleep Box的方法 来记录他阅读中产生的见解、想法等等 后来他就把这些想法整理起来 交给当时德国一位非常非常有声望的 社会学教授叫做Helma Skalski 他把笔记带回家之后 马上联系了Luhmann 并推荐他在比勒弗尔德大学 做一名社会学教授 你要知道当时的Luhmann是一位 完全没有接受过社会学系统训练的 他没有取得过相应的学位 也没有获得特许任教资格 甚至没有发表过一篇专业性的论文 他在这个领域还取得了很多非凡的成就 在30年里他写了58本书 发表了上百篇的文章 每一篇内容都是极具深度的学术产物 甚至很多还成为了这个领域的经典 Luhmann的Sleep Box系统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包含文献引用等参考资料的bibliographical notes 二就是主体部分 他的想法和观点 Luhmann的Sleep Box就真的是box 他把他所有的笔记都放在一个个的箱子里 当然在如今的电子化时代 我们有很多更高效的软件去替代 比如说OneNote Evernote 印象笔记 Notion 有道云笔记等等 那么在你这个知识体系里面 什么样的内容该以怎么样的形式来记录呢 所有内容大概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种叫做Fleeting Notes 这种笔记就是用来捕捉你脑子里闪过的任何灵感 想法或点子等等 比如说这个视频就是在我有一次刷社交媒体 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非常碎片化 想到我能不能去建立一个自己的知识体系 经过后续的一系列操作 就有了你们现在看的这个视频 所以Fleeting Notes就是用来记录任何你想研究 想了解 想学习的东西 比如说在阅读外看的时候 你又看到了Wrestle With这个词组 你好奇这个词组到底可以怎么用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Fleeting Notes查一查 再或者说你种草了某一本书 想自己去看一看 也可以把它加进去 这些点子灵感可能在你当下看起来没有什么 但是在经历一系列的学习了解并付出努力之后 可能这些想法会成为非常非常有用的东西 甚至改变这个世界也不一定 所以千万不要让他们溜走了 第二种笔记叫做Literature Notes 主要是用来记录文献参考资料等等 就比如说你看到一些非常有见解的观点 这样打动你的话 引发了一些你的思考 你想记录下来 但这些笔记一定要非常的精炼 一定一定要用你自己的话去说 绝对不要copy and paste 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些话是作者的一个见解 是他的表达 可能跟你自己常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么您自己熟悉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第二就是这些内容是有语境的 它可能是某个理论的一部分 它是不能单纯的从它的背景里剥离出来的 只是简单粗暴的copy and paste呢 就可能导致断章取义的问题 第三个 Permanent Notes 就像它名字所说的一样 这些笔记应该是你整个系统里面最精华的部分 首先你应该定期整理前面两部的笔记 理想状态是一天一次 以防忘记思考这些内容是怎么联系到你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正在研究的领域 Permanent Notes的重点不在于收集 不在于思考和讨论 每个idea可以单独写一个note 这个笔记的内容应该是非常完整 要达到写给别人看 别人能完全看懂并理解的程度 就比如说你写公众号啊 知乎上的文章啊等等 要写到这样的程度 这篇笔记才是一个好的笔记 但是呢内容也应该尽量的精简 不要太多废话 这样就可以把第一部的Fleeting Notes全部扔掉 因为你那些想法点子 经过研究之后融入到这个Permanent Notes里面了 Fleeting Notes就不再有价值了 然后呢就是将第二部的Literature Notes 加到你的Reference System里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写论文 你一开始是选题 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意思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文献查找 数据收集等等一系列研究方法 最后生成你的论文 这个Permanent Notes就是你的论文 Fleeting Notes就是你一开始的点子 然后呢第二部Literature Notes 就是你的Reference System 你是怎么得到最后这个笔记的 其中一定不只有你自己的思考 你肯定还有参考一些其他资料 这些出处呢也一定要包括进去 但是要尽量精简 第四种笔记叫做Project Notes 这个比较特别 就是当你在不断填充资料的时候 你发现其中一些内容 刚好可以合起来作为某一个话题 那么你就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专题 然后对这个专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所以这就是四种基本的笔记 还有几个小Tips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当你在把Permanent Notes 加进你的知识体系的时候 要尽量有一个全局观 你要去思考这篇笔记 怎么样可以跟你知识库里的 其他内容连接起来 因为一个想法一篇笔记 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下才是有价值的 只是将笔记这样堆叠在一起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这个是为什么Lumen在这里采取的是 Botten Up的方式 什么是Botten Up呢 就平常我们把自己的笔记归类 一般是会按主题来分 比如说如何学外语 如何提高写作能力 如何变得更自信 等等等等 你是先分好了话题 再将笔记放入不同的话题底下 这是Top Down的方法 而Botten Up呢则是相反 是先完成每一篇Permanent Notes的笔记 每一篇笔记 单拎出来都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但是Botten Up呢 就是你要去看整个系统里面 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联系起来 从而生成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也就是之前我们讲的那个Project Notes 好了 讲到这里 我们也差不多聊完了 如何建立你的知识体系 但是还不够 因为这一步我们只是达到了 一个高效体系的第一个特点 知识体系结构化 这个体系还应该方便管理 便于提取 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图书馆 Permanent Notes 也就是所有的书已经有了 那下一步呢 怎么摆放 怎么给它们编码 这样让你日后找起来会方便高效 就像我们借书 每本书都有它独特的编码 如何编码 其实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法 但是有几个方法 还是可以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统一命名 Lumen在这里用的就是简单的数字 比如说1 1.1 1.1a等等等等 这样接续下去 比如说像我的系统呢 我就是以f代表file 然后后面加上一个数字 代表我的每个资料夹 然后呢 继续往下的层级呢 你就可以f3.1 f3.2等等等等 那对每一篇独立的笔记呢 也是可以以统一的格式 比如说 A.是什么 如何做到B 等等这样的格式 就是用统一的格式 一目了然非常清晰 这个内容到底是讲什么的 所以 what.是什么 why.为什么 how.怎么做 这三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命名方式 第二个tips就是利用标签 标签tag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像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内容的时候 也都要加上一些标签 比如说vlog 日常分享等等 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人 有更大的概率 看到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在笔记里面打标签 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为了让你方便查找和提取信息 但是很多事情是不只有一个维度的 比如说你觉得孔子是一个怎么样的学者 他也是思想家 哲学家 教育家 社会学家等等 如果你只按一个维度去把他们归类的话 就相当于把他定死了 比如说你给孔子打上哲学家的标签 那么在提到教育家 社会学家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想起他了 所以打标签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可以给一个知识点打上无数个标签 这样当你搜索任何一个标签的时候 都能找到他 好了 那视频到这里呢 也进入尾声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 不要仅仅一键三连就结束了 去收藏家里吃灰吧 一定要好好消化吸收 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当然一键三连还是要的哈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如果你还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 欢迎评论弹幕或私信我 我是小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